美式大賣場裡 民眾聚在生鮮區埋頭挑選 不過卻有人在賣場裡 買到問題牛肉 牛肋條買回家一拆封 嚇翻了 應該是鮮紅色的牛肉 竟然出現詭異紫色 民眾嚇得立刻在臉書發問 這是正常的嗎 會嚇到吧 它是有 應該有什麼菌感染到吧 可能滿殺眼的吧 可是它不是可以退貨嗎 可能會直接跟它退貨 把它丟掉啊 拋完一出 網友看了紛紛回應 什麼情況啊 好可怕 還有人唱美豬 還沒到紫牛搶先登台 不過最近豬牛風波 大家確實怕怕的 但到底怎麼回事 牛肉竟然自成這樣 真空的時候 它有的時候肉會呈現紫色 因為它就沒有空氣 就那包裝打開 那跟空氣的氧液接觸的時候 其實它那個紫色就會消失 不過幾天後 當事人更新貼文 說已經退貨 一問業者才知道 原來這是肉品上的印章墨水 對此美食賣場也回應 因為現在是週休二日 上半日一到 就會請相關部門瞭解 協助退換貨 但牛肉變色 不見得都是變質惹的貨 當然就是含鐵比較多的 其實它的肉色 會有的時候紅到紫紅色的 那是有些是天然的 那個其實那是沒有關係 不論什麼原因 變色染色 最近每豬每牛逢頗大 買到史上最紫牛肉 也難怪民眾嚇了一大跳 記者謝軍眾林恩如台北報導